人乳头流病毒 其实是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大概自然界内的 现在已经发现的人类乳头流病毒 有100多种 但是造成什么 泌尿生殖器感染的 基本上也就是20-30种 但是现在就是 能够引起子宫颈病变的 那个几种高危的一个病毒 大概有40种左右 这个病毒呢 因为它广泛存在 一般的人在感染 都是一过性感染 一般来说感染病毒以后 在8-24个月内 依靠自身的抵抗力 都会自然转阴 所以也不是说 像想象的那么可怕 但是如果感染以后 持续的不转移 就是在持续的感染状态 就有可能会引起 宫颈的一个 外面的一个发生 就是说如果 夫妻双方有异方 感染了这个 HPV病毒 因为它这个有可能 是会通过性生活 来进行传播 所以呢 建议在 8-24个月内 这一段观察的时间内 就是能够采取 避孕措施 特别是避孕套 隔离 双方体液的一个接触 那个接触 等到复查以后 HPV自然转阴以后 熟悉双方 就可以考虑 再要孩子呀 就可以不需要 采用这种 避孕套类的 直接隔离的一个 生活 性生活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